好,玩具TV第十九多季,第十一集 如果大家上星期有看明珠台的話 對於今次你一會介紹的東西都不會覺得默沉 你有回看的物色嗎? 沒辦法,看看Fox也好 就是彼仁金剛Studio系列中 其中一個就是第二集中的大王峰 他的張法很難猜 為何他無緣無故會出現第二集的大王峰 改良了 但這個大王峰的變形非常讚 馬雀雖小五臟俱全 你似乎每次都覺得他有進步 最棒的是,因為太小了 這個真心值得讚 阿Sam,之前的Human系列之後很久都沒有拍過阿Sam 奔走狀態的阿Sam 阿Sam在氣中通常都是奔走 然後滲在地下 然後繼續走 好,掃出這麽美麗的情形 配合在山墨那裡 有金字塔的氣氛 上面這麽多煙,是否導彈? 這是氣氛 好 好 看看這架車的外形 這次的外形都非常精彩 車尾一抽 車尾一抽的東西 其實是在聖魚 沒有聖魚花士之下的武器 這個是力走的 整個車型都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雖然送的阿Sam的比例是 是比較具型的 用這個軟近的蓋視感 再加上想像力便可以彌補了 就是這樣軟近的蓋視感 好 事不宜遲 先拿走阿Sam 立即便準備變形 這次的變形 在真的胸口和假的胸口當中是併存的 這是比較亮鏈的設計 可以再高速增進去 阿Vocca 再高速增進去 我好像在盡量 拉你 三個 不是,你可以再拉 手指 對 對 是無鰻巴 好 可以的 其實他摺起來了 頭、手、胸口的部分 都已經在這裏 已經猜到大指手一邊 但這次比較猜不到的地方 胸口的结构是这两个是胸口的部份 但这一部不是胸口的部份 它是有另外一个胸口 变成是这样用的 胸口的形状更漂亮 更漂亮很多 这个是 这边 Ricky有观众问下月头装动Revice 还有没有摔摔 没有摔摔 没有摔摔 去玩具店买了 10月4日 好厉害 果然是这个胸口装动的达人Ricky 变形都比较简便 它也要39个步骤 对,39个步骤 但是你玩开都知道大约是 扭法是怎么扭 车外在后面 手放上来 然后下半身的脚 差不多 刚刚有观众问 我们会不会订 Toyz 回到未来的套套 这个我同事想要 所以我可能会当同事订 我就没有了 我已经有那只Mati了 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订到之前 回到未来系列的话 这一次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给大家后追 但我觉得那只狗很强 那只狗 完全不像 本身Hot Toys有没有出过狗 这个东西呢 我印象中也很少 不过其实坊间也有很多 1比6的狗都很漂亮 我想说 三爬两舌便很容易 看到整个的狗 大家留意这个位置 如果不是移动到最尽 车的形态是会陷入的 要移动到最尽才可以 大致上看到外形就开始出来了 其实如果你用MP的变形 和它比较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认为Studio的变得更漂亮 不知为什么 我真的觉得它更漂亮 即是没有需要特别 把变形复杂化 反而是爽快度 我始终还是喜欢 玩棉感感就是 喜欢哪里哪里哪里 哪里哪里 有需要迫镜 不要有些位置卡住了 你便很辛苦 便不开心 所以这个超想要赛 就不适合你玩 那我愈出了 1J装加TX 这个想要 有没有订过 我没有 我希望有 我在排队 排队 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我最想要的是1S 福卡的重架 因为那个真的很少见到的产品 他那个是用黄灰来组 对 他那个出我都没得走 那个真的没得走 所以这个我都却步了 有1J就先玩1J 但是目标先 对 想保持的是1S 你作为一个赛迷 你怎样都要追一下 没有办法 还有 墨斯的1J 目标 大概就是这样变成了 可以 看到整个外形都算漂亮 而可动的关节完全没有受影响 当然 一个这样复杂的变形 它的偷胶位都算是隐藏 有些东西是避免不了的 的而且确 大航空是以战斗形态 所以戴着战斗面具 我是喜欢战斗面具的样子多很多 是吗 我个人 对 所以 小巧的车 但是 玩出来是非常精致的 嗯 机械人的可动性都很重 而且外形都算帅 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不会松松散散 这件事就是 玩变形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 继续跟走 最重要是可以配合 可以拉远一点 配合这个奔走中的Sam 哈哈 这是一个很好的列车 好 好 很快就说完今次的这篇头 好 好 可以有其他不同的玩具 继续爆炸 好 转转后见 其实我想下个星期 你先准备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一打开一个盒子